洗烟30年左右的凡先生 被诊断出舌烟后决定戒烟 分享自己戒烟的过程 感激门诊医师的协助 我以前如果感冒的话 你会觉得鼻腔就是很不容易好 那医生都给我开很重的抗生素 但是都很不容易好 但是你戒了烟以后 你感冒就正常就三天就好了 也有靠着自己的医力 为家庭健康着想 而戒烟成功的爸爸 很大的差别其实就是那个 性贝功能差很多 因为我之前也有在运动 我刚刚有提那个状况 就是恢复得很好 都是靠自己 对对对 因为应该是最大的动力 应该是家庭 但戒烟过程并不容易 根据国健署调查 107年中就有227万的男性吸烟人口 而36到40岁吸烟人口比例更高 每三位男性就有一位吸烟 因此国健署选在父亲节前夕 推广各项戒烟服务 包括戒烟专线 门诊 协助民众戒烟 我们流量上要先处理 你鼓地的阶段症状 那这个需要我们看戒烟门诊 那用点药物来帮忙降低 那最后再服务戒烟咨询 医师表示戒烟服务结合 心理资商师 护理师的专业协助 都能大大提高戒烟成功率 呼吁隐君子们 主动寻求戒烟协助 守护家人跟自身健康 原始新闻 LS无流台北市采访报道